大家好,我是你的記者啦啦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你的記者啦啦 今天呢我們很開心呢 在泰國這個市場呢 看到我們國內一個很大的社畜界品牌 全立法公司在這裡立地生根 那我們呢也邀請到了 他的銷售部的經理Alan 來為我們接受我們採訪 我們可以談一談說 為什麼當時全立法會決定 來這裡設廠呢 因為當初在 總經理覺得說整個泰國的市場 實在不錯的情景之下 我們的客戶在購買機台的時候 也覺得服務的部分 需要加強 總經理就毅然決然就決定說 我們還是由全立法公司 在這邊設立我們自己的公司 那有自己的據點 這樣子的話就是只有 專門針對我們公司的機械去做服務 更有時效性 那這樣子客戶整個 對我們的服務反應都還覺得不錯 都覺得還不錯啦 可以比較照顧到品質 那你們在這個泰國市場上 你們覺得這個泰國市場如何 兩三年整個泰國的市場 算蠻活躍的 所以在這兩年裡面 我們也把重心 也比較放在泰國這個市場上面 那你在泰國這樣經營下來 你覺得泰國客戶比較重視什麼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在服務的部分 當然品質是重點 另外當你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如何讓客戶去滿意你的服務 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覺得這次這樣的參展 那你覺得整個展出的結果如何 展覽覺得比去年感覺還要好一點 你們在這邊的客戶來說的話 通常他會不會拿大陸的機器 來跟台灣這邊做比較 在其他國家都會遇到 但是我相信每一個公司 他有他走的路 那你有你的課程 我有我的課程 我想不是很大的問題 那你覺得說整個這樣 這兩三年這樣下來 整個攝出機在泰國的市場 你知道受歡迎是什麼樣的機種呢 正常應該就是一些民生用品 跟Autopass的部分 那整個業績有明顯的成長嗎 都有在維持成長 我們也很開心看到全力發能夠在這裡 就是很獨立的在這裡立這森根 那也很開心你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你 謝謝